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字幕提供 宣傳標語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 不應該姑息港獨的言論 如果港獨標語涉及推動暴力 有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韻芝 認為部分人不斷測試法律底線 證明自己享有的自由 做法幼稚 蔡英傑報導 十間大學校長共同發表聲明 表明不支持港獨 並且譴責濫用言論自由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 不應該將貼標語的行為刑事化 但也不應該姑息港獨言論 建議政府長遠研究修例 如果言論涉及暴力 或者犯法行為去推動港獨 就是違反法律 就授權給執法人員去執行 但是在現階段我們絕對不覺得 應該將這些行為 是列為一種刑事的行為 換句話說我們要對這個刑事罪行條例的第九條 以及第十條要作出適量的修改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韻之 就認為所有自由和權利 必須有規範和界線 將貼標語的行為 有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 批評有人不斷測試法律底線 不斷去踩那個底線 去證明我要有這樣的自由度 我要准我這樣說話 我要說到最刻薄都可以 我要這樣罵人 要這樣最挑戰國家主權 我要有這樣的自由 即是你值不值得這樣 去不斷去踩那個底線 而去試煉說我 我看看你何時才用這個法律 我覺得真的很不值得 還有一個幾乎是幼稚的做法 譚韻之又認為 校園是由學校管理屬於學校內部事務 但對於大學要花時間處理這些問題 感到可惜 好,來到第三節恐懼教室 因為這是免費的環節 我要說一下第一節 說什麼呢? 第一節當然是說下 接下來的十九大 以及共享女友和炒賣 撞到已成歷史的題目 好,第二節就是國際環節 先說了德國的大選 為什麼現在 我發現好像完全沒有人關心 舒爾茨原本是由明日之星 變成了敗軍之將 簡單我們再重溫了德國很有趣的 其實我也是在玩Bord Game才知道 就是聯舉制的比例代表制的制度 也說了為什麼我們再次證明 南、北韓根本一定不會打仗 我只是說了一件 就是南韓最關心的事情 就是美國什麼時候才把戰略轟炸機 放在南韓的基地 什麼時候才把一定數量的核攻擊潛艇 和航空母艦長期駐守在南韓的原案 而特朗普每次打電話都跟他說 什麼時候買我的東西 什麼時候買我的東西 又不買這些東西給他 喂,當最不想打仗的南韓 也叫美國趕快部署戰略打擊的武力 在國內境內 而美國也是不肯部署的時候 又怎麼會打才行 不過今天我們《恐懼教室》的主題 就不是說這件事 先說什麼呢 第一件當然就是要說這個 其實整個主題也是很悲哀的地方 為什麼聽我們節目的人 有這麼多智商這麼低的人 其實也不怪他 因為剛才譚韻芝是一個例子 也不是智商低的人 就是缺乏一個抽象的訓練 其實我們香港也是這樣的 我在香港我自己發覺 在你成長的過程中 很多教的東西都是很實在的 就是怎樣用一件事 怎樣為之這一件事 怎樣去計算一條數 他很少靠你一些抽象的概念 比如什麼叫自由 什麼叫言論自由 什麼叫權利 就算是教這些 都是很死板的一行一行之外 有三個半輩就是自由 很多人都會說哲學 現在有多少哲學節目 我也覺得現在所謂的哲人 其實我以前讀書的人 哲學系同學都會說 已經幫他們改名 只是哲學系同學 什麼只是哲學系同學 哲學其實可以應用在很多日常生活 去瞭解這個世界 但我發覺現在由坊間的很多 所謂的討論哲學的節目 就算是現在所謂的 所謂的讀哲學的人 或者自稱對哲學有興趣的哲人 周圍在他們自己的網絡平台 發表他們一些哲學的解釋 我也發覺是對我們認識 這個現實世界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有很多人是連最基本的 所謂的一些概念都掌握不了 也都很理所多 所以今天的主題我也是講 就是解釋什麼 或者澄清你對於這些觀念的誤解 在談問之後我等一下再講 我先回應一下網友 好啊 第一有網友說 你上次又說什麼言論自由 什麼什麼什麼 你現在叫人家收聲 那你是不是侵犯人家的言論自由 你為什麼叫學學軍要他收聲 這些就是缺乏一個概念性思維的結論 什麼叫侵犯人家的言論自由 不是我叫你收聲 那我就叫侵犯你言論自由 我沒有侵犯你言論自由 因為每一刻你都可以說話 我如果叫你收聲 然後我用了公權力去限制你真的不敢收聲 或者我用暴力 其實很簡單 什麼叫侵犯言論自由 或者我用一些恐嚇的方式 我用我背後的勢力去令你會害怕 然後你真的收聲 這些才叫侵犯言論自由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一個人單身寡老 我說你都未必聽 我們都經常吵架 你叫我都未必聽他說 是啊 怎麼可能叫人家收到聲 我叫人收聲就不是叫侵犯言論自由 這些只可以叫做收詞 因為實際上真的沒有我們有這樣的力量 叫人家收到聲 如果我叫他收聲 而他覺得自己拆了而收聲 這個叫辯論的成果 也不是侵犯言論自由 有些人就說 你經常說文革清算什麼什麼 你自己現在不是在節目上 你的主持人就是我 在清算其他人 什麼叫文革清算 何君堯這些叫文革清算 因為他真是最重 鼓吹煽動他們威脅一些 原本在享用戰爭自由的人 甚至背後有侵犯 這些就是叫文革 我在這個節目上 逐點逐點告訴你 這些人說話 究竟有什麼荒謬 有什麼誤解 有什麼離譜的地方 叫什麼文革清算 他又可以反駁我的 如果我說的話是錯的 他說這個言論自由 的確可以用道德去衡量 有些人說話這麼刻薄 應該是要坐牢的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合理 他就反駁成功 這些就不是叫文革清算 文革清算是不需要道理的 他不喜歡你 他就想一些理由去說你是不能夠 然後用公權力 也好用群眾力量 或者用他背後的力量 去威脅那個人 最後他不是在可以反駁的情況之下 認同選擇放棄他的言論自由 這些就叫清算 這樣也搞不清 然後看我的節目 我真的覺得很痛苦 現在有時候 有很多人就覺得 哎呀好啊 越多人聽我的節目以後 我不是啊 喂你真的不要聽啊 不是你聽 結果你的結論都是 這麼幼稚 對一些最基本的 所謂言論自由的認知 都掌握不了 我覺得我在浪費我的時間 就是我覺得 喂 反正你學不到東西 不要浪費時間 當然啦 就是你說我是要聽 是要吵啊 那沒問題的 只不過我就覺得 那你聽完為什麼你學不到東西 我不是說你聽完 你又要罵 又聽又罵 但是聽完學不到東西 真的令我心裡說 好了 然後當然 我又要開吳似心波 其實我先說了這個譚韻之 譚韻之就是 沒有對於一個概念 當然我覺得譚韻之這麼厲害 不會掌握不了這個概念 他肯定當然是出於政治任務消息 他剛才說什麼 他說 喂你呀 花這麼多的代價 去挑戰這些言論自由的底線 很不值得 我現在告訴你 什麼叫做挑戰言論自由的底線 是不值得 就是如果那個國家真的很開通 那個國家是有完全的民主的 你挑戰他的言論自由的底線 他是任你挑戰的 那你就真的浪費時間了 你挑戰一個沒有用的底線 那就浪費時間 別人也說 譬如你去美國 我現在就要挑戰美國的底線 我現在叫鼓吹德州獨立 為什麼沒有人拘捕我 為什麼不是說 這些不是言論自由的底線 獨立不行的 那這些就叫浪費時間 這些就叫幼稚 如果我挑戰一條底線 他就會找人來抓你 去打壓你的 這個就是假的底線 就是要去挑戰 這個挑戰 譚穩之說不值得 我告訴你 很多歷史上的革命 就是為了挑戰這個底線 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不惜犧牲自己的前途 為什麼 就是告訴別人 我們其實不是享有真正的自由 然後我們要去爭取真正的自由 然後譚穩之也陷入 其實譚穩之我想告訴你 其實很多黃絲都很認同 你幹什麼要搞資拿 你幹什麼要搞港獨 這些事情你不搞他 他就不會抓要鎖 現在連累其他議員被DQ了 現在連累我們言論自由被打壓了 他想不通一件事 為什麼這條底線 是因為有人頂住他 如果今天好 那我們就不要說港獨 明天就輪到平反六四 後天就輪到真普選 那些人不懂 他還以為 中共會知所進退 這條底線就是永遠的底線 你想想回歸之後 去到現在 我們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縮了這麼多 那時候有沒有人說港獨 沒有 為什麼會少了 為什麼會被DQ了 為什麼無端端 我們明明沒有觸犯法律 都會被別人說我們犯法 這些就是告訴你 從來他都不是看你說什麼 從來中共都是有步驟 有計劃 敢去收窄你的言論自由 這樣也聽不明白 譚穩芝當然就是古話 但是如果跟他那些人說話 有很多人就說 譚穩芝也說得很離譜 我又覺得很離譜 有些人一邊就說譚穩芝也說得很離譜 另外一方面 你們說得很刻薄 你們不應該說港獨 其實你們想的事情 跟他有什麼分別 搞清楚自己的思路 還有言論自由的人 一定會濫用 甚至支持民主人 其實自由 民主人權 是沒有說濫不濫用 是你敢不敢用 不是啊 你擁有的人哪有濫不濫用 你擁有的時候 會不會有恐懼 沒有恐懼才是真正自由 沒有叫濫用 濫用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就是用到他 譬如你只有10元 你用完 然後你都扔到海 那就叫濫用 但是濫不濫用 是你自己去判斷的 如果我覺得 扔了10元 我會帶來快樂 那這些就不叫濫用 所以你不能說 別人有沒有濫用 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權 那些是屬於他的財產 是他的產權 那倒是另一件事去說 其實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到現在都看不明白 當我們上個星期 還有人說 你不可以這麼刻薄 我們不可以變成野獸 剛才我沒有給大家看 你如果看了何君堯的集會 你就知道 上個星期 歐家倫 吳智森 曾治郎還在說 我們是不能變成野獸的 我們要說文明 我心想你跟那些人說文明 我再說一次 當你看到那些阿索 你幹嘛拍我 我沒有立場 那些年輕人多慘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你是什麼忽利比 你是他們這個敘利 你會不會去香港走 跟那些人說道理有用 那些阿D阿伯 那些納賊的評論員 就覺得對 我們不可以變成野獸 可能別人變成野獸 你這集說我走過都被人罵了 你現在跟那些人說道理 你是不是傻了 那些人 你在這一刻 你會想起誰 我馬上想起 陳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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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刻薄 我要直跡其風 我聽說他們不是全部是暗春 搞清楚 這班人在和平的時代 可能他們真的說得對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刻薄 我們是不是要搞到重臨定律 你死我亡 是不是人家的野獸 你又要變成野獸 對 在和平的時代 然後你看看何君堯的集會 你還說這些多話 現在說要殺無捨 有些人說我不會變成 他們說戰爭是神 當那些老傢伙插著你的頸 就說我不會變成野獸 有差用 跟他們說 你會感動到什麼 然後他們還拿社會學系講師 我再說一次 那個社會學系講師 最終感動了誰 還說他下面那個TA 喂 我是TA 你是講師 我當然是認同你 這些最基本的道理 你看看不自身 你要學一下人 別人說服到人 嘗試說服你的下屬 你出糧給他 然後跟他說 你不可以這樣 我是要收緊你的糧 不想跟你砍炮 我唯有認同你 這些就是權力 然後再進一步 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還看不到 你怎麼可以跟他 用一個對等的方式 這邊是罵五十大板 那些學生是黑博 但他們是不對 人家已經有公權力不僅 人家現在用暴力不僅 他還有雙重標準的判決 現在那些人去報警 警察說什麼 你只是說一下 你只是說一下 殺無社說一下 不殺他做什麼 我們要看看背景 有兩個意義 現在擺明 就搬路門 跟你那些黃絲 做交一樣 現在你還跟我說道理 說什麼警察的道理 人家現在跟你說 歐加倫的編品最好笑 他之前說 他欺貌不代表我欺貌 現在人家就說殺無社 那他說什麼 他說這幫人真的離譜了 那我唯有看看警察和律政司 會不會站在他那邊 那就完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好啊 真的站在那邊 那你怎樣 原來回答 原來回答不到這個題目 這幫黃絲左膠 他很露諷地以為 好了大家都這麼爭靈 你黑磅我黑磅的時候 就會有人主持公道 那現在誰主持公道 警察主持公道 還是律政司主持公道 當他們兩個都不主持公道的時候 你這幫書生論證 那石永太說書生論證 就是把你這幫垃圾都說 好了 現在我不可以認成為野獸的 他是爭靈 我不代表我要爭靈 好啊 這個人家踩到你心口了 人家現在搭了那些校派 進去中大 搞亂了 當私私言走人 你這幫人去哪裡 你這幫人有沒有說 他們是爭靈啊 我們不可以 我們要文明啊 你這個文明可以發揮到什麼作用呢 當那幫人都差了你的頸 叫你去醫療 叫你滾出香港的時候 你們的道理有什麼用呢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完全不說這些東西的 現在最諷刺是什麼 我告訴你 有些人是不好意思 又不小心看 又不自身說 他就說 十大校長的聯合聲明是垃圾 這樣也對的 但是他裡面說什麼 他說 其實呢 如果這個港獨 是不可以煽動 不可以鼓吹 那 探討行不行啊 研究行不行啊 我真的呆了 什麼時候現在香港 說湯家驊也會說 煽動鼓吹 講到是不犯法的 喂 你這幫這樣的假道學 你這幫這些垃圾評論員 平時就說到道貌岸然 我們就要守護我們香港的自由 我們的自由就不能夠被這些 很黑薄的人 很涼薄的人破壞的 喂 去到他現在真的來搞你了 人家都沒有踩到你上去 你自己已經退了一步 喂 那鼓吹和煽動不行啊 可不可以研究啊 可不可以開一個研討會啊 可不可以在上課教這個港獨啊 喂 為什麼人家都沒有正式去報警 去拘捕那些鼓吹煽動 其實都不是掛一條標籤的人 你自己先縮定 喂 如果人家說不行啊 我是說現在研究在校園內 研究和探討港獨 都不行 那你會不會說 探討和研究都不行啊 那我可不可以講真普選啊 我可不可以支持劉曉波啊 喂 如果每一次人家踩前的時候 你就縮後半步 平時就在威風對著自己的人 對於沒有權力的人 對於一些學生 你就在威風對著自己的人 對於沒有權力的人 你就在威風對著你前面啊 就是威脅那個言論自由的底線啊 不自身這些垃圾就說 那不可以講這些 那可不可以講其他啊 講這些其他可以不可以啊 就好像歐加倫這些 那我要看看政府和這個警察 會不會站在對面那邊啊 站在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啊 我沒有想過他們真的會站在對面那邊啊 為什麼這些垃圾 當他們異正辭言 講一些假道學的東西的時候 還會這麼多人覺得他們講得對呢 喂 當那些人踩著這個言論自由的底線 踩著他們的心口的時候 他們那種無能 你們不去譴責他們呢 喂 如果你說那些學生梁博 這幫人那種自毅長城 那種內藥 那種連最基礎的堅守都放棄的時候 你可以不罵吳智森 你可以不罵歐加倫納衫 我不明白啊 為什麼你覺得梁博的人就要罵 一些懦弱到 口口聲聲 假道學說自己要搜到香港的言論自由 但是當人家侵犯言論自由的時候 人家都還沒有踩到上門 連湯家華這些投貢的都還沒有犯法的時候 他已經退了一步 就說 鼓吹煽動就可能違法 可能違法為什麼不可以堅守 可能違法你就要縮到他 那不如探討吧 移舊行不行啊 當那些流民部門 去騷擾學生的時候 他們說 要看律政司和警察站不站在那邊 這樣的人你怎麼可以忍受得到啊 所以這次我不是教大家 很簡單 言論自由最基礎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什麼時候用就用 就是言論自由 自由是沒有濫用自由 這件事除非是犯法 除非你用的自由 譬如我這一大把黑社會來 好像梁景那些就是濫用自由 但其實也沒有濫用自由 因為可以用非法集結去告他們 現在何君義也沒有濫用自由 因為他已經觸犯了法律 濫用自由就會報警抓他 現在的問題只不過是他們已經犯法了 政府或者警察都不拘捕他們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要想的問題 而所謂自由怎麼會被侵犯呢 何君義也沒有了 其實我這個恐懼是不需要搞任何事情 因為新聞已經告訴你 怎樣叫做侵犯言論自由 當他擁有公權力 因為何君義是立法會議員 當他可以聚集一些群眾的暴力去威脅你 叫一大堆大媽和阿叔說要殺你 當這班人用群眾壓力 用不同的方式去威脅你 令你放棄你自己的自由選擇 收聲的時候 這些就叫做侵犯自由 連這件事也想不到 我罵人兩句又說我侵犯別人的自由 我罵人兩句又說我侵犯別人的自由 我罵人兩句又說文革清算 我真的叫你們收檔 不過我沒有侵犯你的自由 你如果真的會收檔 是因為基於你有羞恥之心 你如果沒有收齊思心 你便繼續在下方無恥地說一些弱智的留言 好 今次超size 下次再說 請你給他 記者